有創作基金会 联合加财政社区团队 收办理的韩式资宝月月月月月月 将会在每年的家卫志志合 在全台16的地方选择电池 也有4万的浏税民众可以来收费 目前当地的目标办到的汇用 及九季的红包 今天当地的創作基金会 就基本没这月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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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先站出来人做红包 当地这首創作帮助的生心 也来做棉花堂和小朋友吃 我用向前在美兴福的棉花堂来表达感谢 好好好 任务转 其实这些腾西典座会 不用多久一斤棉花堂 就在小朋友的面前 这位当地这首創作基金会 职作的厚大狗 听到基金会最近所要 没有一爱新经会帮助博家 请留学典座享用 是妈上来唱作公菜 这种米花堂感谢观看又理好 我们老母 中午三年我来过了 常常直接打开 我靠着没法度 都拎着拎着 穿着我打开一两年 不然我们老母死了 那因为本身侯大哥 他有小儿麻痹的状况 所以其实在行动上 并不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这一块呢 就是创世介入之后呢 现在目前妈妈是安养在我们的治安院 那现在也受到一个妥善的照顾 其实他也是很乐观 所以目前靠着棉花堂 还有偶尔的回收 以及令政府补助的这一块 来做支持自己的生活 听到创世基金会 美联合都拒绝 拒绝福团体 要来办法的关心六四边 应该好 后到这件幽灵的书中 很感动来付出爱心 连家中也来响应 那当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讯息的时候 其实红包袋发给我们 我们就是马上发给我们的家长 那其实家长都是发自于自己内心的 他们是这样发现 那隔天真的感觉上 就像在收新娘的那种红包袋一样 就是这样 远远一跌的来 让我其实我真的心里面很感动 创世基金会在寒书 十八三十的义书 是后十八千美少年变得好 以待有这段饭的时间 来感受国家温暖 那这一块呢 我们预计呢 募集的植物人的常年经费 在云林地区是三百万 所以我们也号召所有的爱心团体 所有的学校来认住 我们的桌刺 还有我们的爱心救济红包 那目前呢 我们全云林县 已经有四十五所学校 正在参与我们的 爱心救济红包的一个认养 这一年一度 创世基金会和 都经社会团提出 基本凡数十八个月的活动 就会在一月二十二号 全台再来出新大店铁 又给予四万人来享用料理 基金会在这里 邀请大家来享用爱心 记者在三餐差不多